轉換出重機車在內側車道上 前方有小貨車停著不動 女騎士疑似為了閃避騎到對象去了 當場撞上行進的公車 只見公車頓了一下 停了下來 另一個角度的監視器清楚拍到 女騎士疑似要超車 先是插撞到貨車 再衝到對象與公車相撞 當場人車倒地 巨大聲響把人嚇壞了 車禍意外發生在10號上午11點多 地點就在台南市公園路 重返現場可以清楚看到 地面上有公車與重機留下的明顯車痕 還好女騎士只有輕微差錯傷 自行就醫沒有大礙 而公車上當時只有一名乘客 沒有受到傷害 重機行駛在內側車道 還打算從左側超車與公車相撞超驚險 警方初步調查 三方駕駛都沒有酒駕 至於肇事的責任還有待進一步釐清 TVBS新聞顧首昌 探探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